紅色外觀小修旅 後座攤平空間變大 這是印度品牌車KUV100 原本要價約五十多萬台幣 近期出清舊車款 下殺不到四十萬 這輛是印度的品牌進口小修旅 是目前市場上價格最實惠的進口車 但是因為它是手排的關係 在台灣市場上比較難賣 它主要是生油生水 搭載五段手排變速箱 動力採用1.2公升 三缸自然進氣引擎 適合穿梭在擁擠的都市 就算對手排不太熟悉的消費者 也有免採離合器的換檔結構 可以選配 業者表示雖然兩年多來 有賣出兩百多台 但隨著進口車是競爭激烈 手排車也將逐漸被淘汰 去年許多進口車商銷售都破萬輛 最受矚目的就屬德系豪車 賓士已經多年超過兩萬輛 Lexus也賣破三萬台 年增超過五成 進口車方面呢 像是Shikoda突破了一萬台 Volvo也突破了一萬台 那像VW的話 一萬六千台也創下了近幾年來的新高 農曆年前或是一個汽車銷售的旺季 所以當然等這個月底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答案是如何 去年汽車市場成長百分之十一 以四十七點六萬輛 改寫十八年來新高 開春第一個月份 還有去年十二月的地鹽單量 讓今年一月的銷售相當樂觀 三立新聞 中暑惠李孟山 台北報導